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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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安安 今天的原来如此 继续要带听众朋友 一起来认识法律 了解法律 因为你越了解 你就越能够保障 自己的权益 节目当中 一样邀请到 法律辅助基金会 林刚辉林律师 律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林刚辉林律师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一个 其实每个人 都有可能机会遇到 只是你可能是 不小心被骗 或者是不知情的情况中 去骗别人 或者是故意骗别人 也有可能 不管是什么情况 今天要来谈的是 诈欺 所谓的诈欺在法律上面 是有定义的 我们请律师先来 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诈欺呢 其实诈欺帮我们白话文的说法 就是骗 但是在法律条文上面 他是说今天有一个人 他主观上 他有一个不好的想法 他想要 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权利 去从别人身上拿到好处 然后他对对方呢 传递一个错误的讯息 一个不实的信息 让对方呢 因此呢 陷于一个错误的状态 然后进而呢 可能把钱啊 或是财物啊 交付给对方 这个我们就称他为诈欺 那刑法上呢 所谓的普通诈欺罪的话 他可以判五年以下 有其徒刑 拘役 或科或病科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 那当然 如果说今天 他是三人以上 共同犯诈欺罪的话 他可能会有加重诈欺 他刑者会更重 甚至目前呢 实务上面针对这种 参加诈欺集团的 行为人的话 会用组织帮派犯罪条例 来去 省之以法 所以诈欺罪的部分呢 其实他的刑度呢 在我们一般的想象中 来讲 其实他是蛮重的一个刑度 以他这个 刑度来说是蛮重的 主要就是 大家应该马上 听到诈欺集团 就可以有 心中的一些画面 或者是你看过的案件 他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 那个诈骗到的金额 都蛮惊人的 对 因为其实他就是 有时候贪啊 或者说 对一个领域的不了解 其实我们身边不乏 有像医生啊 或者是 调查局的人员 或是公务人员 调查局人员比较少 就是可能 公务人员 或是教师 因为 听信说 这样的一个 投资可以自负 他就 不了解 所以他就投入金额 被骗 其实这个在 办案的经验当中 其实都有 听到或看到 这样的一个案例的存在 而且金额都是 蛮惊人的 对 他就是必胜的积蓄了 那所以 诈骗 诈欺 就是他要用一个话术去 让你把钱掏出来 简单说就是这样 那之前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就是打电话来说 妈我被绑架了 妈我被打了 或者是 反正他有各种可能性 然后我觉得我们是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 才比较免疫了 对 但是他也手法开始 有更多的更多的进化 比如说 现在的那个进化手法 可能变成什么 你可能在网路上购物 你买完东西没多久之后 你就接到一个电话 那个打电话给你的很厉害 他会告诉你说 你在什么时间点 什么时候 做了什么消费 对 这个非常的精确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 可是你有一个地方做错了 你做了分期付款的设定 所以他会请你去ATM前面 去做相关的一个解除设定 那通常呢 他请你去的时候 他可能会叫你按一个键 然后就会出现英文的画面 但是有时候就相信了 或是急了 因为你担心说 因为这样的分期付款设定 会了很多的钱 就可以真的一步一步做 然后款项 其实就从你的账户 汇到别人的账户身上 那除了所谓的这种 分期付款的诈骗模式呢 还有所谓的电商 他跟你讲说 你有订东西 那你也以为你有订了 你把钱汇到一个第三方 其实那个第三方 是诈骑集团的账户 那诈骑集团呢 也同时骗了货主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诈骑的手法呢 越来越精进 那一方面我们可能要 针对来的电话号码 你可能要特别的小心谨慎 有些要 请你去做汇款动作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 想一下 其实你可以归结到 所有的诈骑的手法 万变不离其中 最后都是请你要去 ATM那边去做转账的一个动作 所以只要你意识到说 奇怪你人怎么会在ATM前面的时候 就好像不太对劲 或是他请你到邮局 要去做付款的动作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 好像不太对劲 我觉得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 诈骗集团实在是太多 那他有那时候主要的方式打电话 打电话来 然后假装是各种身份 想办法要骗你 所以后来大家警觉性提高之后 就影响变成你 就是正当的通知说 你中奖了 这个我们电台常常遇到 这个有次在开庭的时候 听到那个检察官就在聊 说这炸气集团也搞得 我们这地检署麻烦 以前寄通知单过去 请证人来说明 证人就来了 因为看到地检署通知 现在你寄过去之后 打电话跟他讲 还会被骂 说你炸气集团 这个其实也是增加地检署 或是相关公务机关 他们办事情的困扰 但是也没办法 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那个戒心提高之后 就算是真的 也都觉得看起来假假的 所以后来在节目当中 就一直提醒大家 就是他有可能说他是警察 是检察官 是健保局 是各种身份的人 不管 不管他说他是什么 只要他在谈话 对话当中出现ATM 他就绝对是诈骗集团 因为他一定要有一个方法 让你去把钱转出来 所以现在就是 ATM就是一个最 最怎么说呢 没有办法避免的步骤 那我朋友就曾经接到 就是说你中奖了 中了多少多少钱 然后他说他真的在那当下 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间人就相信他了 突然间人就真的出门 然后到ATM 在跟我分享的时候 我就说你怎么那么固大的 因为你知道 你还必须要出门 然后去到ATM前面 这整个过程他都没醒过来 他说他什么时候醒过来呢 他站在ATM 然后把卡插进去的时候 他突然醒过来 那还好他还没有醒过来 对他醒过来 那我另外也接到过 就是网路购物完了之后 他跟我来电话说 什么什么时间 你消费了买了什么东西 我记得单价好像是 两三千块吧 也不贵 然后他跟我说呢 你设定成分期付款了 所以你会连付 十二期的两三千块 买同样的东西 那因为我就知道 他是诈骗集团嘛 对对对 我就问他说 哦那这样意思是说 我买了十二个的意思吗 对 对不对 因为我买一个是两千好了 你现在跟我说我操作错误 所以我买了十二个 他会扣款十二次对吗 他说对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他东西会寄给我吗 因为我买了十二个嘛 他说会 我就说 好会就没问题 让他寄给我 这个东西还蛮好用的 我喜欢 这主持人其实反应也是非常的明快 他扎机团大概今天就吃憋了 他很闷了 他就挂电话了 当然这个前提是 我马上就警觉到 他是诈骗集团 所以我就没有慌张 我觉得很多时候 他会骗成公式 他利用你在一个慌张的心情之下 好像没有办法很理性的做判断 当他利用你这个 等于不是正常的情绪状态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有机会得逞了 其实除了利用我们这个情绪状态之外 很大的部分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 这个赛类集团的一些资讯 是因为他找我们的部分的个资 比如说 今天过往 为什么这些打电话来说 你小孩子被绑架 你会相信 是因为他可能知道 你小孩子念什么学校 几年级 他可能几岁出 几月出生的 因为这些讯息 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真的 所以在我们网络的世界里面 如果我们在各个网站上面 如果你要留下一些 个人基本资料的时候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这个资料 你是不是能够承受得起 它外泄之后产生的代价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是应该要请主管机关 帮我们去大幅度的去查核 这些持有我们个人基本资料 不管是电商也好 或是各个机构 他有没有设立好的一个防火机器 不要让各自外泄 这其实是一个会产生 为什么我们会亲信这些炸集团 一个很大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 其实就像一开始主持人讲 法律他保护是懂得法律的人 当我们接到电话 其实我们可能对于地检署或是警察 他这些侦办案件流程 不清楚不了解 当他恫恶你说 你要赶快把钱转到我们指定的账户 我们国家机关才会保护你的时候 有时候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会被骗 所以其实除了情绪之外 关于各自的保护 以及说我们对一些 法律知识的一个补强 其实都对我们财产安全的保障 都十分的重要 没错 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资讯落差 当他懂的时候 而你不懂 你就有可能被他骗 因为呢 他展现出我比你还懂 所以你就要听我的 你要相信我 这时候我们有可能就会被骗了 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那个法律的观念 就是法律没有很难 我觉得一般 可能因为法律条文写的比较难 用白话去理解 所以就会觉得说 好像很难 但是呢 其实我们生活中所有的 算人跟人的互动 其实都在法律的一个相关的规范 就针对这个行为 他是会有一些规定 他的规定其实是为了权利跟义务 不是为了处罚 处罚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如果不遵守这样的协议的话 就会有处罚 就是我们国家针对一些比较严重 会侵害到我们可能生命 身体 自由财产的行为太阳 我们就会设定一个刑法 去规定跟保护我们一般大家社会大众 我们称这个叫刑法 就是他的法律效果 可能针对违反的人 我们会给他有死刑 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 甚至说有可能会有保安处分 像我们边常听到 你吸毒要去送热戒 或是精神疾病 我们可能会有所谓的监护处分 到精神病院把他给治疗完毕 那这样的一个刑法呢 是希望说我们处罚了行为者 让大家知道说不要再去做同样的事情 但也是希望说他可以去之后 服完行 付出该有的代价 能够重新富贵到社会 所以为什么要了解法律 其实更多的是去了解我们 怎么尽我们的义务 跟怎么保护我们的权益 确实像其实我们刚刚跟主持人聊到说 这个诈气的部分 我就刚好想要跟大家分享 最近刚好有处理到 我觉得这个对一般 也是年轻人 或者是可能刚出出社会 或者经济上有困难的朋友 真的很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大家知道早期有一个工作 是卖存者吗 您有听过吗 卖存者也算是工作吗 这个你会乍听之下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其实在我们这个诈气案件 刚开始盛行的时候 我们刚刚跟主持人聊了很多 就是你会发现说 最后的诈气手段都要到ATM 那他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那这个ATM是汇到哪一个账户 会汇到这个诈气集团组模的账户吗 不可能 不可能嘛 对啊他这话得来 他这个警察就马上顺藤摸瓜 就把他给逮了 所以这个仗气集团 他必须要收集非常多非常多的金融账户啦 他提供卡啦跟存者 那这些怎么来呢 其实在早期呢是用买的 诶 诶 主持人要不要猜猜看 那买卖存者的话 一本卖多少钱 就是 我是所有者 这是我的名字 对 可是呢 我让别人来用 对 你就把你的存者金融卡 金融卡密码 就提供给对方 全部都给另外那个人 全部都给他 然后他给我钱 给你钱 看看这个多少钱 你像五本生意嘛 其实你去开户要钱嘛 开户不用钱了 你去开户就可能付100块的开户费 然后之后就给你这些东西啦 其实你也是没有本啊 那你才会说没有本 那你卖给他 你可以拿多少钱呢 但是 嗯 不可能卖的 不可能卖 主持人 因为毕竟主持人 主持的节目非常久 他就不可能卖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的行情是一本三千块 那一本三千 如果五本呢 一万五 其实以一个如果说家里面经济状况出现一些困难 急需要钱的时候 你这个工作可以卖存折 其实有可能卖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打小朋友 我们曾经有个案件是 那个小朋友呢 在网路上 他就跟网路上的这个电玩的玩家聊起天来的 那刚好他最近零用钱呢 因为他做错事被爸爸妈妈给苛扣了 所以呢 对方就说 你小朋友你有没有存折啊 他就把存折卖给了对方 三千块 所以因为对于 国中生来讲 其实也是一笔 买点数款应该买了不少了 对 那乍听之下 五本 一万五好像很划算 但其实呢 这是一个非常不划算的生意 对 因为我们的地检署的检察官也好 或是法官也好 他们大概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就是说 存折这个东西 大家也知道嘛 我们刚刚讲这么多 炸七集团就是最后要用到存折去领钱啊 那这些新闻媒体也一再的宣导说 我们要防范炸七集团 防范炸七集团 所以检察官跟法官都说 其实你应该知道 你的存折卖出去是要给谁用 就是要给炸七集团用 所以你既然卖出去给炸七集团用呢 让炸七集团可以把他骗钱的行为 成功的完成 所以你是帮助炸七 那帮助炸七呢 这个实物上之后 就是一旦有被害人报案 就是可能我们今天在高雄卖这个存折 台中有被害人报案了 那台中的警方呢 就会打电话给卖存折的当事人说 先生你好 你这个 你是不是有把存折提供给谁使用 是 那帮你来台中制作笔录 那再去台中制作笔录之后 那其实我们也 约略可以猜到这炸七集团拿你一个存折 他只骗一个人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曾经实物上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为什么 他真的只卖一本三千块 但是他去哪些地方做笔录呢 他去了台北 去了台中 去了台南 那一本存折三千块 但是我们光想象 这个三个地方的交通费 去了三天 三天的工作的薪水 当然就没了嘛 对 那这样花一花 其实已经比你的三千块还要多了 对啊 东奔西跑 东奔西跑 然后加上时间 那最后这个案件呢 讲官把他起诉了 保验判刑了 判了多久呢 判三个月的有期徒刑 那三个月有期徒刑 其实还好就是 他其实是可以 一颗发金的 可以不用进去管 把钱交给 地检署的执行处 就没事的 但是三个月换算 我们的行情呢 一天是一千块 所以三个月换算完的话 约略是九十天 等于是九万块 前头赚了三千 后头花了交通费 又花了九万块 所以其实这个卖存账 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一个生意 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得到 你的一个 比如身份证啊 或者是健保卡 不见了 你是不是就会很慌张 你可能要赶快去挂师 然后赶快再去重新申请 那你就知道了 那跟你个人资料有关的东西 如果一旦不见了 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你把你自己 去申请的一个账户 给不知道谁使用 不知道拿去做什么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风险 因为他如果是要去做正常的事情 他拿他自己的就可以了呀 为什么要拿你的呢 确实啊 你看大家要开户 真的像我刚刚讲的 就到附近的银行 你就把相关证券给银行 就可以开啦 为什么需要我们去做提供呢 所以显然就是要拿去做步伐使用 那这个步伐使用呢 就挂上你的名字 到时候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你都要被调来问说 这个是不是你的 为什么你给人家用 他现在拿来做什么 光用想的都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会被处罚 那这个是我主动拿去卖 所以我当然就是要承担这个责任 跟风险 那大家应该一听就知道 这个风险是奇大无比 千万不要尝试 那另外有种情况是 我是被骗的 对 其实主持人讲到最近的案件的状况 比较多的是这种情形 其实有时候跟这个在重庆 刺杀犯罪的朋友在聊说 什么这些最近来都是这样的类型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呢 因为我们的政府在宣导诈气的部分 真的非常不遗余力 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说 我们不可以卖存折 因为卖存折就会有这些的风险的发生 每合 每合真的每合 那在这种开始穷则变 变成他开始想出他新的手法 什么样的新的手法 他开始说他会在各个社团 就是FB的社团 说有没有人需要工作 工作轻松 那其实有些朋友真的生活上困顿 找工作真的是到处碰壁 求助无门 或者是说真的遇到资金上的需求 比如说可能家里面 有些朋友遇到不幸的状况 家里面可能家人需要支付大笔的医药费 所以真的需要借钱 可是去银行借不到 因为他可能没有一般稳定的工作 没有单包品 借不到 所以有时候收到一些短讯 比如说这个可以快速放款 所以他就可以刚刚联系了 那联系之后通常的状况是什么 今天如果小事要应征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讲说 我们这个工作需要协助帮忙 我们一些娱乐机构 帮忙做金钱的一个转账控管 那你来呢 就是你只要提供你的银行的金融卡 账号还有密码 你就可以去协助这样的控管 一个月薪水 一万五 一万五不少 虽然说没有到达最低基本工资 但是以他的工作代价 你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法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贷款的部分 他可能会跟你讲说 他会跟你要一些资料 要你的户口名簿 要你的身份证资料 最后说 请你提供你的金融卡 账号密码 我们如果贷款真空的时候 可以方便拨款给你 那这两个部分呢 其实你因为这样的说法 而提供存折 提供金融卡跟密码的 他内心里面呢 他其实都是一个想法 我相信你这样的说法 那这样的一个民众来说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 他是印证工作 一万五 原来我最后有拿到吗 其实通常都不会拿到 贷款有贷到吗 通常也不会贷到 但他拿出去了 那这样的部分 拿不回来了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其实就如同我们刚有讲过 这个卖存折的部分 假设你的 在提供存折当下 你可能知道 这东西是要帮炸气集团做坏事的 或是说你心态上是觉得 他拿去给炸气集团做坏事 你也无所谓 那这个奖学官跟法院呢 其实就会把他以 帮助炸气的部分去做判刑 但是法院有另外一派不同的看法 他是说 其实啊 我们一开始有讲个例子 有没有老师被骗钱的 也有啊 也有所谓的工人被骗钱 炸气集团的手法 真的很厉害 他会利用人的心理上面的情绪啊 或是相关资讯的落差 所以呢 有另外一派法院的想法是说 也不能够说 这些提供存折 提供卡 跟这个密码的人 就一定都是要帮忙骗啊 他也有可能真的被骗啊 有可能真的被骗 所以今天来讲 法院他就可能在具体的看来看说 他是不是真的被骗 而去判断 他是不是有构成帮助炸气 假设他是真的被骗 他可能会没事 那一般我们实务上面呢 在判断是不是真的被骗 大概有时候会怎么样 会看 会请当事人要提供说 他跟这些炸气集团往来的 相关联络者 比如说LINE啊 或是有没有电话的录音啊 那这边呢 从LINE里面呢 检察官大概 他们跟法院在判 如果假设他判有罪的话 大抵上说 如果我们在你的对话中发觉说 其实你隐约知道 对方讲的东西不实在 你隐约知道 这个东西可能会有法律上风险的时候 其实判有罪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高 那或许有朋友会觉得说 林律师照你这样讲 其实也还好啊 假设我真的被骗 后来也还是没事 不是吗 可是从你被警察通知你去做笔录 到最后法院还你清白 你可能要花两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 就是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去分享说 应征工作也好 或是贷款也好 都不需要提供金融卡的账号 存折跟密码 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提供的话 其实后面的麻烦会非常非常多 那当然 为什么会相信 其实就像一开始我们提到说 真的是欠钱啊 有需要 急需的情况下 我们的判断就因此而削弱 所以今天来谈到的是诈期 那诈期呢 就是让用某一个话术 让你相信 然后你钱拿出来 那当然 我们经过这十几年的训练呢 戒心提高了 但诈骗集团也跟着在进步 他就想出很多方式 所以诈期这个行为 基本上是不会消失的 这真的不会消失 他不会消失 就是所有的犯罪行为呢 他只是形态上的不同而已 手法上的进化 但是呢 他的本质是不会消失的 那我们在这一个 现代社会里 你会发现 你遇到诈期 被诈期的机会 其实只会增加而已 所以你就是只能从自己开始 就是怎么说 我们在接收到电话啦 或者是什么通知的时候 首先时间冷静 就所有事情都是 你如果有一点点时间去反应的话 比较不容易被骗 对 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说可能我们也要 尽量多听听广播啊 看看新闻媒体 多知在一些我们的社会尝试 针对工作的部分 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开庭 检察官其实都会问 来应讯的被告一个问题 你工作 应征工作 一般是这样找工作的吗 这是可能 再来是说 你工作 你一般上班前 你不会去上班地点 看看上班的样子吗 在家就可以这样工作吗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样工作就可以获得这些钱 你不会觉得薪水有点太高了吗 其实很多事情就在于说 一个合理性 就是我们可能对于法律 真的法疗 真的千条万条 有时候一加拿大之间 你要了解法律 有时候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法律的背后 它还是有一个利益衡量的问题 你觉得那个太不合理的 我们就不妨停下来 我们问问看律师 比如说像法副基金会 也有提供 所谓的法律咨询的部分 或是其实现在在 各地的县市政府 都有很多免费的法律咨询 花个时间 跟律师做个请教 因为我可以告诉您 律师看到诈骗 应该比一般的民众 都还要多很多 所以拿过来 可能刚讲第二句话 律学会说 这可能有问题 但是回过来 假设你没有时间 去跟律师去做咨询 但是回过来 你最开始的 这个会不会太好赚了 好像有点怪怪的 有点怪怪的 这时候你可能就要踩刹车了 赶快怎么样 问问看身边的朋友 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没办法 一个人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完 可是问问朋友 朋友的知识 可以补充我们的不足或欠缺 听听网播 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更多 然后如果你遇到这一个 因为他一定有一个话术 你给自己一点点 三分钟五分钟时间 你查 网路上面查一下 对 因为你就会发现 同样的话术 就是怎么说呢 老瓶装心酒 你马上就会可以查到 类似的状况 一定有人已经被骗过 或者是已经有人察觉了 甚至已经有人查证了 所以很多东西 你不要第一时间去处理 跟决定 给自己多一点点时间 像现在很多诈气是 利用网路购物的方式 也不要冲动购物 朋友们 就是多一点点时间的思考 可能可以避免很多的损失 我觉得有的时候 金钱上的损失 还容易我们赚回来 你时间的成本 跟可能名誉的受损 或很多其他的权益 你要花更大的成本去挽救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是诈气 但是我觉得法律上面的 各个观念都一样 就是希望大家 对法律有更多的认识 那这样子也比较懂得 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权益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邀请到法律辅助基金会 林刚辉 林律师 谢谢律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